鋼琴魔法師 新心靈節目 頻道 第一集 不知道大家會否有時覺得周圍的人都不明白你呢? 而你又覺得自己的生活如如得水嗎? 還是你覺得身邊的人沒有人明白你 而你又想找回自己的同類呢? 不是,你當然不是童話故事裏面那隻臭小鴨 你和其他人都沒有問題 只是你的靈魂在成長著 在精神上,你慢慢開始擁有自己的獨特個性 你的個人鎮貧開始發生變化 而且逐漸開始斷開那些不再跟你有共鳴的人的連繫 這些都是你的靈魂正在在成長的自然跡象 就像你選擇進來觀看這個視頻一樣 你的靈魂正在在尋求協助 沒錯啊,人的問題總是離不開與人之間的相處 每當我們遇到人際關係上發生變化的時候 壓力是相當大的 但是這樣並不代表 你要去跟那些不認同你的人去決裂的 所以在我們開始去討論 這些資料只是基於我自己的個人經歷 以及看了一些相關的心理學書籍 而搜集回來的資料 一些我個人認為值得參考的資料 但是這些資料並不代表每個人都會適用 所以如果你聽了有共鳴的話 我是十分歡迎你繼續去收聽 相反 你可以隨時停止播放 或者自行判斷 和選擇對你適用的地方作為參考 心靈鬥士 Wounded Warrior 人類來到地球的目的 是為了去體驗和克服他們內心的黑暗面 即是那個我們從來都不認識 或者不敢面對的自己 例如我們害怕被人拒絕 仇恨 猜疑對方 妒忌 或者焦慮等等消極的信念 這些心靈上的黑暗面 很可能是來自我們過去的一些創傷 例如是童年陰影 來自原生家庭的一些問題 又或者是在學校被老師冷落 或者被同學欺凌 我們這些內心小孩一直帶著這些創傷 並且潛現物化地建立了一些虛幻的自我價值 和信念 直到我們長大之後成為了我們和別人相處的一種慣常模式 例如自我防衛 自我忠心 拒絕 和不相信別人 內藥 或者經常逃避問題等等 事實上 我們都是彼此的一面鏡子 彼此投射著對方在心靈上的一些缺陷和痛苦 我們都成為了對方的心靈黑暗面的真實寫照 然而我們所有人都是受了傷的心靈鬥士 正如你選擇收看這個視頻 是為了希望得到治癒和成長 所以這次的治療是否成功 將取決於你有沒有足夠的信心和勇氣 去面對那個不真實的自己 以及有沒有決心去解除那些不健康的思維、模式和觀念 人生是一場遊戲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過 其實我們在出生之前 就已經有一個靈魂契約 意思即是 我們現在所遇到的所有人生關卡和挑戰 都是在我們降生之前就已經安排好 我們就好像一個被編排好的演員 過程裡面當然會有即興的劇本 但是劇本的架構已經一早被定好 就好像我們玩視像遊戲一樣 每個關卡和挑戰都是被設定好的 至於怎樣過關 以及我們要選擇走什麼路線 或者可以得到什麼武器、技能或者道具 這些都可以透過我們的自由意志 自由意志 自由意志 去選擇和執行 這樣看下去 人生真的好像一場遊戲 就看看我們怎樣看待生命中的每一個關卡 以及怎樣運用我們的智慧 我們將每一關遊戲玩得漂亮一點 重點是 我們需要過關才能夠走過下一關 以至最終能夠達到我們的人生終點站 靈魂使命 靈魂使命 在這裡我們先講一下靈魂的本源 靈魂的本源是來自高維度的世界 是一種充滿愛和合一的境界 就好像基督教所說的天堂一樣 如果用科學的量子物理學去形容靈魂的存在 在量子世界的我們無處不在 因為宇宙的無限大 所有靈魂都希望來到地球 目的是為了靈魂揚升 因為地球是第三維度的星球 相對於宇宙的其他星球來說 是具有挑戰性的 因為地球具有二元對立 有時間和空間的觀念 所以會限制我們的思想和能力 靈魂需要通過冥想 才可以進入超越第三維度的境界 關於靈魂使命 靈魂使命是生命藍圖的一部分 是我們這一世想要體驗的經驗 和想要克服的挑戰 就例如 如果你的靈魂使命要你去學懂愛 你設定的靈魂課題和挑戰 就可能會出生在一個不被愛 或者不被期待的家庭之中 透過和生命中遇見的人 重新去學習如何去愛人 和愛自己 當你學會愛之後 就達成了靈魂的使命 然而 靈魂會設定這個使命 是因為它想學習和體驗 靈魂會帶著它的天賦 來到世界去完成它的任務 所以你要相信你的靈魂本質和天賦 是能夠克服每一項的挑戰的 靈魂契約和靈魂課題 靈魂在降生之前 會和自己定下一些靈魂契約 靈魂和宇宙和其他的指導靈 即是所謂的天使 去討論在這一世 要經歷哪些學習課題 和它的難度等級 換句話說 我們就是自己的人生編劇 所以我們的家人 伴侶 朋友 人生中會面臨的重大事件等等 都是在我們出生之前就已經選擇好了 而且為了要讓這些靈魂 能夠更加真實去體驗這些過程 我們的前世記憶 將會被消失 透過重新學習令到我們的靈魂覺醒 才會跳脫另一個困境 而達到靈魂進化 每個靈魂都會根據它的靈魂體驗和需要 而選擇不同難度等級的人生課題 目的就是為了要讓靈魂進化 有些生命種子會選擇比較困難的人生課題 例如 有些靈魂很想體驗貧窮 所以他們會選擇在一些貧窮的地方 例如非洲這些地方去出生 再有些 他們想體驗恐懼和生離死別 他們可能會選擇在一些戰亂的地方去出生 靈魂這樣去選擇 是因為在高維度的世界裏 那裏是一個充滿愛和不會溃乏的世界 所以為了要體驗不同的世界 這些困難的人生課題對於靈魂來說是相當寶貴的經驗 這些經驗也能讓他們達到 良子跳躍級的成長和進化 靈魂都有等級之分 通常老靈魂比年輕的靈魂比較會內向 和教會追求生命的意義 他們想認識自己 和會開始質問自己一些問題 例如他們會問 人生是不是真的這樣 但是 人通常會希望有個平順安穩的人生 我們仍然可以用自己的自由意志去選擇走不同的腦 但是這個課題仍然會以不同的方式去呈現 直到我們學會為止 唯有通過靈魂覺醒這個方式 才能讓我們重回光和愛的本源 並且與宇宙合一 靈魂覺醒 當我們的靈魂覺醒時 也就是我們取回自己力量的時候 你會相信你有能力去克服這些挑戰 並且幫助我身邊的人一起去覺醒和揚醒 這個時候 你就完成了你的人生課題和使命 就在幾年前 當我了解到這個議題的時候 我的心情突然變得非常開闊 原來我現在所有面臨的挑戰 都是來自於我自己的靈魂所設定的 而且我的靈魂 相信我一定可以克服每一項的挑戰 因為靈魂會帶著它的靈魂天賦來到地球 令到它能夠更快速地進化和升級 所以 請回顧一下你人生中曾經經歷過的一些關卡 有些什麼是一直讓你過不去的呢 這個就很可能是你的靈魂課題 例如 去面對那些批評過你和否定你的人 認為你不夠好 或者否定過你的價值的人 這個時候 如果你學會自我肯定 原諒 和放下對對方的成見和仇恨 這個就是你取回自己力量的時候 因為你已經靈魂覺醒 並且重新回到自己 這個時候 你就能夠用無條件的愛和光 來回應對方 來回應對方 如果大家還未去看的話 我十分建議大家可以去看 和露迪士尼 靈魂急轉彎這部卡通片 這部電影從形象學的角度 清楚而且生動地展現了一些 關於音樂家阿周和小地球 靈魂22 對於人類的生存價值和人生意義 靈性開悟 好了 是時候要貼地一下 回到現實的世界 究竟我們怎樣才能達到 靈魂開悟這個境界呢? 我們要明白的是 人生使命 並不是要追求一些什麼外在的目標和成就 而是經常帶著一份呼喚和驅動的聲音 它是你的核心價值觀 你的天賦 和對生命的熱情 你的人生使命 是你對世界的獨特貢獻 是你的生命力量和創造力量的根源 所以你的人生使命 並不是你需要去尋找些什麼 而是你需要去感知和接受些什麼 而且要懂得活在當下 同時也要感恩自己的內在平安 它是你內在的真實感覺 人生使命只需要你去認識它和表達它 這些都是通過自我反思 探索自己的熱情 認識自己的天賦 或者去尋求指導 並且勇於去嘗試和犯錯 和透過冥想和靈性實踐所得來的人生智慧 活出你的靈魂 而不是一個角色 所謂自我 是有意識地對自身在三回世界裡存在的定義 心理學家 榮格 靠翁 認為自我和其他結構都是從生命之初已經存在 自我能夠被投射到擁有權力的人物或機構身上 例如上帝、太陽、國王、皇后等等這些角色 榮格認為這些都不是真實的 只有本我、self才是真正的我們 是我們真實的情感面貌 心理學家經常提醒我們 應該要時刻去警惕把自己代入某一個角色 某一個虛假的身份 或者是某一個固定的行為模式裡面 例如 他將自己標籤為父親、母親、老闆 或者更加糟糕的 就是將自己列為一個受害者或失敗者 這些角色 將會限制你去成為真實的自己 並且無法與自己的真實本我連繫起來 而且無法表達出自己的真我本性 舉個例子 每當你和別人去爭吵的時候 多數都是歸因於將自己陷入了某一種角色扮演的魔咒裡 這種角色扮演 除了無法讓你的真實靈魂發光發熱 更加無法讓你跟別人建立真正的友誼 做真正的自己 有時候 我們會因為一時的衝動而做出一些令人後悔不已的事 當事情出錯或者說話一出 即使當時的情況不是你所能控制的 或者我們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去挽回 但事後我們仍然會有罪咎感 然而 這些罪咎感是一份來幫助我們學習和成長的禮物 用來培養我們的良知 而不是要我們一輩子都要戴著這些的愧疚 學習去聆聽自己內心的聲音 去原諒自己的不如美 將內心的批評轉化為對自我的批判 從而提供你的振憑 建設性的自我評價 批判和回饋 會增強你的判斷力 讓你成為最好的自己 相反 持續不斷帶著這些罪咎感去批評 只會讓你更加失望和絕望 並且削弱你的信心 和對自我能力的信念 今天就去釋放那些罪咎感 好好地照顧自己 讓光和愛心注入你的身體內 提升你的震動頻率 並且用靈魂對靈魂的方式去與別人建立關係 認識到你們之間的共通點 這樣就可以解除彼此之間的防衛心 距離感和誤會 現在就讓你的能量去自由流動吧 生活無非就是為快樂 而快樂是一種選擇 所以放下執著 防備 解除心理戰術的魔咒 做一個美麗的靈魂 讓其他人可以欣賞真正的你 如果真是自己犯錯的話 那就不妨大方主動地與別人道過歉 我很肯定他會愛上你 和原諒你 心靈能量 要知道世界所有看得到和看不到的事物 都有他們自己的震動頻率 例如陽光、空氣、顏色和水 然而只有聲音才可以產生這些震動 就如同我們的心所發出的心跳聲一樣 只有我們處於身心合一狀態的時候 才會產生心靈頻率 當我們明白了如何提升或控制這些頻率之後 我們就能夠跟我們帶有相同能量的人去對頻 從而彼此產生共鳴 關於如何提升心靈頻率 我會在下一集嘗試深入淺出地加以說明 感謝你收聽本節目 如果你覺得這裡的資訊對你有幫助 請不要忘記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下集再見 我是Josep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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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我 二次 而是Josephine 欣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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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